国片爱即将上映 导演纽层哲 星期二率领主要演员舒淇 赵又廷 陈奕涵 郭彩杰 彭于燕等举办记者会 希望透过八位演员的不同遭遇 与观众一同探讨爱的议题 国片爱的导演纽层哲 透过八个不同身份的角色 错综复杂的关系 来表现爱在不同情况下的 不同面向 爱是付出 爱是包容 爱是原谅 爱是放下 爱是注意 听起来是几个非常空洞的词汇 但它都确实是我 长久的人生经验 或者是感情历练当中 得到的很真实的感受 记者会上除了刚入伍的 阮晶天和赵薇没有到场之外 其他六位演员一同出席 让现场的美光灯闪个不停 当记者问起逗到有没有自肥的问题 舒淇回答电影好看比较重要 还是你真的认为他自肥 不是吗 我觉得最主要是那个电影好看 那个自不自肥 我觉得你真的觉得我自肥吗 只是一个那种比较不好的词而已 对 但是你不把自己好的东西放进去 我觉得一整部爱都很值得推荐 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两个小时的片长 我可以比较大半维地 探讨爱这个问题 我相信它是可以让他 在电影演员当中可以跟着哭 跟着笑 离开的时候 还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带走一点什么 除了坚强卡斯 还有黄金制作团队 包括台湾摄影大师李平斌 赛德克巴莱监制黄志明等 将在情人节期间 全球同步上映 闪亮亮的黄金阵容 是否会再创国片夹击 就看民众买不买单了 新一坛的电视 陈辉模 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